如果说火力就是正义 那新加坡可能是世界上正义浓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作为一个国土面积仅有734平方公里 总人口不过500多万的小国 新加坡却有着极其现代化的军队 放眼新加坡的装备库 你会看到溢水的北约装备 天上飞着F35 地上跑着鲍尔A7 除了中东那边卖石油的网野 很少有比新加坡军队更装备精良的 2023年新加坡的军费支出高达132亿美元 轻松摘下东南亚军费第一的鬼管 比它的两个邻居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军费支合还要多 不过如果你要是把新加坡 当成是一个只会在国际军火市场上 血偏的土豪 那你可就错了 新加坡虽然地小 但却有着相当发达的制造业 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制造业占GDP总额超过20%的国家 在半导体 航空航天和石油化等领域 有着相当强大的技术储备 也正因如此 在军事领域 新加坡也有着不少亮眼的精品装备 我们之前介绍过的猎人步兵战车 就是其中的典范 不过猎人步兵战车 并非是航空出世的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猎人的前辈 新加坡自主生产的第一辆步兵战车 波尼克斯步兵战车 1965年 在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后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闪电分手 脱离了刚刚加入近两年的马来西亚联邦 刚刚独立的新加坡 面临着急迫的国防问题 正所谓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坐落在马六甲海峡的咽喉上的新加坡 恶受着交通要道 每年有超过7万艘船机 从新加坡的眼前经过 大量的客商和邮轮 在这座小小的城市面前来来往往 说它是东亚经济的生命线也不为过 问题是作为一个一只脚 踏入世界最小国家门槛的国家 新加坡的战略纵身极小 南北边境线距离不过30公里 东西宽也只有60公里 在现代 强调机械化的装甲部队 用不了半天时间 就能把新加坡岛捅个对穿 因此如何将敌人挡在国门之外 对周围国家形成有效的威慑 成了新生的新加坡国防的重重之重 在一次谈话中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曾经这样描述新加坡的国防 他说 在一个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蜜的世界里 新加坡必须变成一只毒侠 而这也就是知名的毒侠理论 他认为为了维护新加坡的国家利益 新加坡必须成为一只有毒的侠 毒侠虽小 但如果敌人想要吃掉它 就要先掂量掂量自己 会不会被当场毒死 这种说法类似于核威慑理论 只要让敌人看到进攻的后果 畏惧新加坡的实力 就能达到战略威慑的目的 第一代新加坡陆军 以防御型的轻步兵为主 但随之而来的经济腾飞 让新加坡有了更好的武装自己的能力 等到了80年代 手头逐渐宽裕的新加坡 得以大批采购最先进的装备 对海陆空三军进行全面的升级和改造 因此 针对M13装甲运兵车的更新 也被提上了日程 作为一款装甲运兵车 M13的性能并不算落后 它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地形 具有两栖作战能力 车体足够轻 容量也够大 而且造价也非常便宜 许多国家直到今天 仍在使用它 就连俄乌战场上 也能看到它的身影 但它的主要问题在于 为了追求轻量化 M13的装甲都是屡制的 能够提供的防护十分有限 除了能够防御轻武器攻击外 任何具有穿甲能力的 重机枪子弹和炮弹 对它来说都是威胁 美军把它作为一个装甲面包车 这自然没问题 但它并不符合新加坡 地下人少的国情 一旦爆发战斗 M13根本发挥不了它的优势 因此 手头逐渐宽裕的新加坡军队 希望让他们的装甲运兵车 具备更强的火力支援能力 和更好的防护能力 能够在运输步兵之余 配合新加坡现有的 AMX-43轻型坦克协同作战 而不仅仅是运送士兵那么简单 考虑到新加坡在军事方面 与以色列合作密切 让人不禁做出猜想 是否受到了同期的梅卡瓦的影响 在军方的参与下 新加坡国防部展开了一项调查研究 对当时国际市场上 现成的此类产品 进行了一番考察和比较 其中就包括英国的FA-5105C 德国的黄鼠狼步兵战车 甚至还有美国的M2 布雷德利等 但新加坡国防部的调查结果 却并不能让军方满意 一方面 这些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步兵战车 在当时大多处于开发生产的初期 缺乏磨合和改进 存在着不少问题 其次 新加坡陆军所面临的作战地形 是史无前例的复杂 北面是一条大河 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隔开 南边隔着马六甲海峡 和新加坡对望的 就是东南亚强国 印度尼西亚 更别说周围还有城市 沼泽 丛林 山地等地形 这些现成的步兵战车设计 并不能一次性满足所有的这些要求 要么复杂地形作战能力不佳 要么就是缺乏困动能力 无法度过较深的水域进攻 因此 新加坡军方决定 给本国的国防工业一个机会 独立设计开发一款步战车 来自新加坡科技动力公司 新加坡陆军总参谋部计划部门 以及军械部门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组成了联合开发团队 在装甲司令部的指导下 共同研发这款步兵战车 根据军方的要求 这辆步兵战车要充分体现高机动性 在重量低 敏捷性好 且拥有两栖作战能力的同时 还要拥有足够的防护和火力 而事实是它做到了 波尼克斯的布局很传统 驾驶员位于左前方的观察塔下方 动力装置则位于右前方的散热格栅下 采用中置双人炮塔设计可360度旋转 炮塔的旋转和武器仰角 全部由电动结构控制 并且存在车掌超越控制功能 可以由车掌直接接替炮手开炮 载员舱位于战车后部 可以容纳7名步兵搭乘 在载员舱的上方还安装有一个舱口 波尼克斯的成员可以直接从上面探出头来 用机枪压制附近的步兵单位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 波尼克斯的设计紧凑 全车总长仅为5.9米 宽2.7米 高2.4米 总重仅有23吨 在同类型的车辆里 基本上是最小的那一档 十分适合东南亚地区 尤其是丛林地区的环境条件 东南亚地区河流纵横 直暴茂密 波尼克斯的小身材 非常适合穿梭在潜移道路 和未经加工的桥梁之间 而且即使是没有桥梁 也难不倒塌 波尼克斯可以越过2.2米的壕沟 和0.8米的垂直台阶 并且能够在加装套件情况下 实现完全的两栖能力 在防护方面 波尼克斯比较亮眼 从它硬朗的外形也能看出来 波尼克斯的车体和炮塔 采用了全焊接钢结构 同时它还配备了 德国IBD开发的MEXAS组件 这是一种模块化的被动装甲 和同期引进的包二上的是同款 可以比较好的防住 中小口径的穿甲弹 对破甲弹的金属涉流 也有较好的防护效果 此外作为一种模块化的装甲 如果MEXAS发生损坏 可以在现场进行维修 只要换掉毁坏的装甲块就行了 虽然说波尼克斯 是新加坡自主设计开发的 但实际上 它采用了当时国际市场上 十分流行的采购整合模式 整个波尼克斯的主要部件 基本都是成熟的外国方案 例如波尼克斯的业细悬挂 采购自英国霍斯特曼 和布雷德利上的是同款 主要动力 则来自于底特律柴油公司生产的 6V92TA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 可以输出最高550马力 并配备了自动火灾探测和灭火系统 传动系统则使用了 通用动力的HMPT-500EC变速箱和减速器 主要武器则是卖到研制的 M242大毒射电炮 可以说是真正的万国造 不过可不要因为它的成分复杂 就觉得它没有技术含量 小看了新加坡的研发实力 实际上 要把这些成熟方案整合在一起 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而新加坡用了近10年的时间 才把波尼克斯推上前台 1991年 波尼克斯项目制造了三辆实验车 分别为XV1 XV2和XV3 用于评估机械结构和武器配置 直到1996年 第一批波尼克斯装甲车才开始生产 并于1997年正式进入新加坡路军 受到了不错的反响 截止到2024年 新加坡路军已经足足装备了800辆波尼克斯 并在波尼克斯的基础上 根据新加坡路军的需要 生产了一系列的变体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 首先是最初的版本 配备大毒舍机炮的波尼克斯-25 然后是波尼克斯-40、50 换装了新加坡自主制造的单人炮塔 并配备40毫米的榴弹发射器 作为主要武器 成员舱的空间也有所增加 可以容纳11名步兵 2006年 波尼克斯的进一步升级版 波尼克斯-2文式 针对成员和关键记载系统 进行了额外的保护 着重增加了针对地雷的防护能力 并且换装了大毒舍二型 30毫米机炮和极光测距仪 能够为步兵提供更好的掩护 并且在面对一般的步兵战车 甚至坦克侧面时 也有着不可小区的实力 由于地理因素的影响 波尼克斯也被改装为各式工程车 用于驾桥、反地雷和装甲回收等工作 例如波尼克斯-ARV工程车 波尼克斯-AVILB驾桥车等 实际上 波尼克斯的开发者 新加坡科技工程公司 甚至一度考虑过 将波尼克斯改装成轻型坦克 为它配备蓝金属的105毫米 甚至是120毫米坦克炮 如果真的这样做了的话 波尼克斯大概会成为 东南亚的迷你梅卡瓦 或者是类似于 美国装甲火炮系统的轻型坦克 不过随着猎人AFA的出现 新加坡的不战车开发重心 应该会逐渐转移 但考虑到许多地方的M113仍在服役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 我们大概仍然能看到 波尼克斯活跃的身影 波尼克斯活跃的身影